早期的这个车展 大部分就是我们国内的代理商 或者是制造厂 来直接规划整个车展 上一届开始 所有的品牌 由原厂已经介入了这个车展 包括规格 包括车辆的种类 都已经有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符合现在 一个车展的规模 改成国际大展 这个是一个因素 特别的是今年 因为我们的车展是 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不管是品牌 不管是车辆数 不管是展示的空间 这个都是台湾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那里可以做到最好的资讯的收集 然后挑选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希望的一个车种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借着原厂的协助 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能够了解到整个世界车辆的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几乎是把所有的 在台湾有的品牌都已经网罗进来 因为今年特斯拉 它也申请了我们的会员 所以代表下一届特斯拉肯定会来参加车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台北市代理商同业工会 这个规模 其实就代表整个台湾车辆的规模